大家好 欢迎收听一话一话 我是老杨 我是我爱刘一琦 最近真的是连续刘一琦 之前都有点 脑子跟不上了 有点慌疏了 刘一琦这个板块也很慌疏了 所以今天我准备努力一下 把这一期直接给他搞成刘一琦节目 又有刘一琦专辑 可以 就展览还有什么需要预告的吗 因为今天是录音的当天 今天是展览的第二天 预约的其实还蛮踊跃的 其实我们在海外 也是有听众的 我们不是有 Patreon上有订阅的听众 在西雅图 然后前两天收到电子邮件 说话还非 说了电子邮件 然后有一个西雅图的听友 最近回国 然后说希望来看我们的展览 然后应该是这周五 也就明天 估计明天下午会来 之前很早就给我们留言的那些 不是是另一位 我们在西雅图至少两位听友 厉害了 我们竟然是打入了西雅图 我不知道怎么跟西雅图结缘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得飞趟西雅图了 在西雅图 还是应该先去趟日本 日本我们其实可以先从近的去 已经安排起来了 已经安排起来了 对的 杨老师已经做了详细的周划 准备打入敌人内部 希望带更多的同学们一起去打入敌人内部 做了陈其刚那期节目 其实之前经常跟我们交流的西雅图那位听友 还留言来着 就关于陈其刚那期节目 他就说先听了我们节目 然后就看了陈其刚的那期腔腔的节目 就觉得好久没有享受到这么美的中文 我想说是不是陈其刚说话的腔调也有些关系 其实这就是我之前可能提过 虽然是南方人 陈其刚算是上海人 但是他学过系 这种学过系的一般带一些北方方圆色彩的普通话 是蛮好听的 尤其南方人 对于机器创作 还有类机器的真人创作 评价为乱真的平庸 让人回味 他说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多 惊世骇俗的思想 就是说一个创作者正常的表达 但在一个不正常的方案里 显得格外值得珍惜 所以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不可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 我们这个节目的可贵之处 就是像我们提到的 清晰的表达 并不完全确定的观点 在讨论中探索或者碰撞发展 展现出探索思考进步的过程 这观点的正确与否 语言本身是不是喜恋 都不如思考过程和思考方式的呈现 可贵的是在探索 在学习 在追问和逼近自己的过程和这种意愿 这是很难持久 也很难强求的旅程了 两位且行且珍惜 太棒了 是不是明显在夸我 你觉得被夸了吗 问得好 西雅图是个好地方 也是出压逼的地方 可不是吗 完了grunge的那个声音已经在耳边 真可怕 好的 今天咱还是回到杂谈 回到主题 这是对你 我觉得这更多是在激励你 一个有家庭的中年人 挺不容易的 大家说没错 其实要保持思考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实在是有需要的 我只能说我习惯了不难 好的 今天进入点歌环节吧 你是想听新一点的留意期 还是老一点的留意期 是愉快一点的留意期 还是伤心一点的留意期 那我们就愉快的留意期起头背 那就只能给你听过的东西了 好 今天到底是六月二号节吗 愉快的起 感谢了 感谢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を胸に抱いて 僕はいつだって歌い続けてる 苦しいことは消えて 楽しいこと始まる 大事なこのトキメキを刻みつけて 生きていこう 今夜だけは眠りましょう 夢の中で会えるでしょう そして目覚めた時から 夢のような毎日 長い雨が続く日も 強い嵐の来る日も 君と二人でいるなと 何も怖くない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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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的是第五篇 就是讲 讲刘一琦 我刚才说什么来不对 讲刘一琦在编曲这方面和演奏这方面的一篇文章 是这个松山静也写的 然后这个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 刘一琦上那个什么吗 上这个HK的那个叫什么B-Side的那个节目 这节目的名字也挺诡异的 就B-Side的前面那个叫Saturday Silicon还是什么的 B-Side的那个词挺有意思的 大家有兴趣研究 我相信你也研究不懂 是跟微博还是什么有关系的一个专用名词 对然后就说就提到了刘一琦 当年90年代上HK这个音乐节目 然后就去看这个节目了 没有中文字幕了 但我看了个大概 我觉得就节目特别好 节目的最后 就是刘一琦跟主持人高野宽一起唱了一首 合作了一首 刘一琦 为高野宽编曲的这么一首歌曲 就刚才听到的这首 让我们在梦中相逢 是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最近听的挺上瘾的 最近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听 时不时的就听一下 我还在键盘上找一找 已经找到了 是个A大调 厉害 今天叫我爱刘一琦吗 我就 从何说起啊 其实最近时不时都在听刘一琦 听得蛮开心的 主要是听什么呢 老个歌还是新歌 新的没太听 但听了一些老的 然后听了一个最新的 最新的 最最新 最最新 不能更新的 是吗 是什么呢 是什么 不是那个12的 是吧 不是12 是 诶 诗之欲和的最新电影的配乐 因为我的Spotify是日趋的 所以它已经上线了 这张原声音乐里呢 一共就 我没记错 可能就五首歌吧 然后有两首 是叫Monster一和Monster二 这个显然是 为Monster这个电影写的 二我还是格外的 觉得好听 给你听一下 反正今天就这样 让你先听为快 好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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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可能有这样子 在一个人离开的这个时间点吧 有所感触 这种畅然入世的东西 对 这个可能 你这个想法可能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想法 所以我 对那段时间我的确我也跟你说 我朋友圈有很多朋友 就是明显平时连音乐都不听 但是那两天就拼命也转发 这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媒体有关一些 媒体把这些重要的人文化人塑造成 像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就让人觉得会觉得他离开以后 好像你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的 在慢慢变得空落落的那种感觉 不太有像刘依奇这么普遍的一个反响吧 这个COVID这几年走的也不少 也是啊 对啊 但的确之前走的那些大事 也是引起了不少的反响 但可能没有这次那么大 对 千万让我记得也是有很多人各种纪念 然后媒体就营造出后 我们这个时代在 在怎么说 在更替中的那个感觉 是这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更替的 谁能替了谁啊 我不知道 我也觉得 就之前看 我还是把 刘依奇90年代上NHK那个节目看了 我就还跟你说 当年NHK做节目做的挺好的 高野坤跟另一位 叫Ogawa Tamaki 好像叫旭川什么什么 旭川玉木吗 还是怎样 他是演员来的 但演出的作品可能不是特别多了 然后他一直是这个Sight Beat的主持人之一吧 小姑娘不对 人比我大 但是当年 当年可能比我现在小 百分之一百比我现在小 应该是 就挺好的 对 好看 尤其那集 最后 不 整集都 人都好看 整集都好看 最后合作 就是高野宽 跟教授合作 教授弹钢琴 然后这个旭川就站在钢琴旁边 挺好的 非常好 画面优美 那你看那几集有什么 有看到什么 现在已经知名的音乐人投稿的吗 我又没字幕啥呢 所以我也没有太留意投稿的都有谁 你说投稿这个事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Sight Beat这个节目 有个投稿环节 对 是当时音乐圈很知名的一个环节 就跟你90年代看了似的 这个 就是请了 这集请了 看的那一集是 刘一琦上节目嘛 所以就请 就是 征集的投稿 都是跟刘一琦有关的 对 就是要不是受其启发的一些音乐 音乐创作 要不就是改编了他的 remix他的之前的作品的 这种音乐创作 就挺有意思的 整个节目的氛围都特别好 前面跟嘉宾聊音乐 后面有一段是可以征集 不同的音乐作品 跟嘉宾有关系的 然后来个点评reaction之类的 然后有合作的环节 VMO都上过了吧 应该 然后那谁也上过了 事业贤子也上过 挺多的 但我是就看了刘一琦这几篇 没太看 为什么说到这呢 辛拉的这篇网站上的纪念文章 是这个系列的第五篇嘛 就讲到作为编曲家和演奏家的刘一琦 就说到刘一琦的手快 做编曲活手快 他的编曲可能不是特别的复杂 但是就东西就是好听 然后我那次就就说到 就看他跟高野宽的这次 在NHK的这个合作这个演出 就是又好听又轻松 又不紧 我说这个日本乐手不有一个 至少给我的印象就是活特别好嘛 活特别好 但特别的紧 尤其录音室的专辑特别的紧 或者是使用一些这种编程电声乐器的时候 就非常之工整 然后到了现场以后 那种工整就不是特别容易还原 就显得 反而显出一种现场演奏时的松垮 有的会这样 我觉得包括Meta5 包括那个谁都会有一点 小山田一旦到现场 他那种工整感就会有点垮掉 有一点垮掉之后 那种魅力 他原本的那种工整魅力会有点丢失 反而是留一期 他编东西简单 然后现场演奏的时候 那种松的感觉特别的好 我就觉得 对 比较自如一些 有那种 有呼吸感 有跳跃感 有一种人的那种 张翅有度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在 我MU的时候 虽然也是那种很工整的乐风 但是你说跟别的那些 Technopop比起来 就还是比较松 是吧 我觉得你说 包括跟德国的发展战比 我觉得他们相对来说 就是松的那一派 发现这样我都不打听 而且这三个人在那舞台上一站 我觉得就是 就有点反差 就音乐是其实是偏工整的 但是三个人是那种 还是有点松垮感的 那谁有松垮感 哪三个人 就是那个YMO三个人 YMO三个人 对 是 所以就会形成一种幽默感 就是像是三个松垮人 又要摆得很严肃的 那个感觉 是这样 YMO我其实真的听得少 所以说 刘依奇走了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真的 其实真的让我仔细说 有点说不出来 但确实令我心情 还一直挺不好的 倒是他走了以后 我开始其实我不是新买了这个键盘吗 我觉得都是跟它有关系 如果没有潜移默化的 我觉得是有点关系的 不然我可能也不会买 非要买个迷迪 这种全配重的键盘 还是有点关系 原来如此 对 那可能还是 因为刘依奇的音乐 真的特别合你口味 突然一下少了这样一个 就是 因为这种感觉还是不那么容易 虽然很喜欢听的音乐很多 但是有一个音乐人 创作出来的音乐 就全部踩在你点上那种感觉 那还是蛮珍贵的 不是 我不知道 不可能 他的东西太多了 我也听得不去 最近的 后期的这些 后期还确实是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就是它是 它有一定的复杂性 它可能是单纯的那一面 更 对我的影响更大 还是怎样 你看它又努力的 有时候努力的 想成为一个流行化的人 是影响大众的人 对 有时候那种 孩子气 有时候又像 想当艺术家 有时候想当艺术家 有时候我听它的曲子 又透出一种 努力又透着点不甘心 有 情同的那种感觉 它会弹一些副调 一些在 传统古典音乐构架下面 那些东西 就其实它表面看起来 是一个帅的 优雅的 有点害羞的家伙 其实底下那个味道 还有一点复杂 有一点丰富 不能说复杂 但底子又是一个 单纯简单的底子 这个层次我觉得很有趣 是 教授好像 教授是不是家境还不错的样子 是一个教养好的孩子 对 是的 父亲是医生相关还是什么 他妈妈反正是个商人家庭 反正还是挺大的一个家族的 好像 所以从小教养还是很好的 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 我觉得刘琪整个气质 在日本的这种面向公众的人物 好像算少的 我现在形容不出来 他这种性格 谈吐举止 好像算少的 我觉得是现在可能会多一些 但是当时他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比较少的 就是一个比较感受化的人 是吗 是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他当时还是算是一个 露出在公众面前的那个流域骑士 比较感受化的 但是这感受化又不会让人觉得特别讨厌 因为日本人的性格里是蛮不喜欢这个出头鸟的 但是他的那种感觉又给人说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然后又有一些儒雅的气质在 就让人觉得好像还挺可以接受的 然后同时他 因为那会儿他从开始WMO之后 就是在媒体录出也比较多 然后除了他的演出演唱什么的 他也会参加一些这种综艺节目 包括他 北野或是综艺节目 对综艺节目就是那种纯搞笑的 比较低俗一点的他也参加 然后相对像安静区可以这种 相对来说比较有深度的他也会参加 就是所以在各个 他的各个面向都会露出给大众 所以让大家对他感觉上是 好像更离谐的了解这个人 所以他有时候做些过分的话 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感觉 所以还是那个时候应该还算比较少的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可能也不多这样的人 特别是在公共领域里面 媒体里面 因为对我来说 我看不到太多就是能杀出日本 还能在日本公众中有特别大影响 就是有一个国际视野的一个日本人 其实比较少 所以日本人有个习惯 叫这一类人叫世界的谁是谁 所以他们叫萨卡摩托 叫世界的萨卡摩托 那除了世界的萨卡摩托之外 还有世界的谁 世界的北野舞 那还是电影节带来的 电影节带来的嘛 对 然后还有世界的 世界是一世之一何 世界的小金儿了 之类的吧 还能有谁 我觉得连塔克西都不算是世界 都不够世界的大导入 都不够留其世界的 我觉得是这样 有一部分就像你说的 他除了说他在世界上有他的影响力 他其实对本国的影响力也要足够 以及他也要主动的去 愿意参与到本国的公共的这种讨论当中 但有一些就是特别知名的日本的一些创意人士 或者是这种艺术家 他可能是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气的 但是他其实不太参与到国内的这些事物当中去 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 不像公众 他可能出现在公众的眼前的时候 都是以他自己的创作 比如说电影音乐或者时尚这些领域 他只在这个领域里面有猫头 世界的亚马摩托 亚马摩托 对 还有世界那个谁 穿酒保里 卡拉苦瓜 山寨医生 对了 所以这个跟刘一琦的那个形象不太一样 刘一琦就是很积极主动的 也参与到其他的 除了音乐以外的国际国内的这些社会活动里面 所以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原始国家 只有一个不那么原始的人叫萨卡摩托 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自从你上讲了 我一直觉得 越来越发现 对 想到什么都能套上 我觉得 你就忠证我 真的是 这个五块钱太值了 太值了 越想越是 日本真的很多地方真的还是一个感觉蛮落后的状态 在意识上 在社会结构上 这种积压的 淤积的一些结构上的东西是这样的 你包括一战到二战 这个期间 日本人在中国买艺术品 甚至美国 当时也没啥文化的 美国人 请日本人做这种参谋 到中国来买东西 对 我们虽然说日本是藏了很多 中国的好东西 我们可能未来可以聊一聊 到底日本拿是拿走了 对 到底吸收了多少 对吧 对的 甚至我觉得 拿是 的确是拿了一些好东西 但是他这个真正拿走的好东西的比例是多少 我觉得也是个问候 OK 那先说刘一琦 那回来刚才开头放那首歌 你说选一个欢快的歌 还有一个悲伤的歌 那那首刚才那首歌 你觉得他欢快的地方是在哪里 给你的感觉 是吧 就是节奏 节奏 然后这个 其实并不 并不太复杂的 这种大调的这个音阶 我对别人弹钢琴不太了解 我双手了解了一点 刘一琦弹 弹东西 我发现他的所谓 所谓装饰音这个东西吧 就是尤其是 左手这方面 是打的比较开的 音域比较开 但不是在音阶里 不是可能不是特别复杂 但是好听 我觉得把简单的东西弄好听 是本事 不俗气 我觉得这不光是本事 只是一个sense sense 我觉得我就有 好 我就这么不要脸 就包括这首新的Monster 二 给我几千 我也基本就扒下来了 厉害 因为它真的很简单 行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今天你不是刚录的时候吗 未来我们节目就有背景音乐了 我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就跟你实话实说 我其实不是太想模仿东西 我一觉得像了 我就有点厌烦了 但做出不像 又有意思东西 好难 而且就像陈吉刚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蛮费心力的 这个所谓作品 那个东西 包括我之前把那个圣诞快乐 那个劳伦斯先生 那个前奏改了改 谈了一小段 我觉得我已经很费心力了 我已经很认真的 去瞎谈谈的那点东西了 那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去年的圣诞节 所以然后你正好羊了嘛 没有做节目嘛 然后我当时有特别不好的预感 怎么 我觉得教授快没了 哎呀 真的 我靠 那时候你就有这预感了 所以我才谈的这个东西 不是说真的为了印这个景 不过他上最后一次 那个线上演出是什么时候 是去年圣诞节前还是后 我公布是后了吧 我公布是后了 但反正那会他做那个 那个线上音乐会的时候 我也有这种预感 我觉得可能不会太久了 那是因为他自己都说了 体力都不能支撑了 完整演出了 但是内心某一处还是 还是想相信是 他会缓过来的 这个良好的祝愿是有的 对的 但是也有阴影的是觉得 应该是不会太久了 然后他这种这么坚持 把自己的所有生命能量都灌注到音乐上面 真的挺感动的 有时候就觉得他是个傻屌 就是特别单纯 但是这个内在的能量 我觉得是相当佩服 就是一个人走 我觉得像有的人说 又不太了解他的作品 但是他走的时候 又好像爱什么 畅然若是是吧 我的畅然若是 是看到这么努力的一个人 到了最后一步 要求都这么高 做自己一生都在做的事情 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你即便放到艺术家这个领域 也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是吧 对 这都了不起 我觉得肯定甚至 大部分艺术家 到了他这个身体状态 应该就放松了 反正当时看这个线上乐乐会 我也是挺感动的 看他受成那样 然后在钢琴前面那种 聚精会神的状态 那真的是感人 怎么说呢 大家有兴趣 日文好 你可以看看这个系列的回顾文章 我觉得这些文章里都多少提到了 可能没有我们这一集聊得这么感性 都多少提到了他的一些转变期 甚至显得不那么足的 不那么足 就是并不特别优秀的尝试的一些东西 包括他唯一的一张 有他自己演唱的那个专辑 我们先来一首 好的 美貌的清空 表演唱会 nurse 臨 Freder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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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滤器 她说她自己就是一种 二十世纪音乐的过滤器 无调性音乐 十二音列 电子音乐 序列音乐 接着是极简音乐 现在音乐到次终结 在这些 最终有些有趣的东西 有无聊的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吸收需要的 不要的就舍弃 就是极简 极简啦 一汉凯奇啦 李盖蒂啊 全部都作为片段吸入了我之内 就是她听音乐会只会截取某段声响的喜欢之处 接着就不断的加以重复 我想这也是一种好事音乐 这个是台湾的译法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好事 好事 这也是一种好事音乐吧 是不是 是 他太咋了 他喜欢这种 喜欢一瞬之声啊 不管是薰波格 什么卡洛斯 卡洛斯乔兵啊 就是那个 波萨诺娃的爸爸啦 菲利普格拉斯 贝多芬 Steven Rich啦 音乐里都有这个一瞬之声 这大概和我的音乐的最小单位有关 是音色吗 有小提琴的音色的说法 和其实 他说和声其实也是音色 这个音加上那个音 同时创造出来的声音 当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结构的感觉也是必要的 但对我来说 占据第一位优先顺位的是 那一瞬间的声音 我一直听着 是不是出现了好的声音 即使有一瞬间 只要发出了好的声音 就会一下子进入记忆里面 是哪一位作曲家的哪个手 曲子里的哪部分的好声音 我是这样记忆曲子的 这大概就是我音乐的最小单位 都蛮有趣的 这个应该不用 无用之仪是仔细想过音乐这件事的人 说的话反正 以及对音乐到底哪部分 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最吸引自己的部分 对 有一个问题说 这个后腾就说音乐的恩宠是什么 然后刘一奇说 就是可以和数学 还有建筑以及杀克斯合一体 讲的挺好的 跟建筑是不是能合一体 这个我要再想想 但是跟数学和杀克斯 我觉得是某种意义上是通的 数学绝对是 我觉得杀克斯也是 但是音乐和建筑 我可能要再想一想 其实刘一奇的言论这方面 我其实看的不多 访谈什么的 其实看的不算多 感觉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之前看的不多 但是我之前有看一些 他的早期的那种电视的节目里的访谈 也是类似跟像这种 跟编辑对谈什么的 就当然觉得就是 谈话还挺有意思的 就还是他会有些 比较个人的观点 有些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比较 他这个观点是比较偏激的 但是你觉得听起来 觉得还是非常有个人的 主观的色彩 但是我觉得也是 你可以通过他的观点 来想 同样来想他的 在思考这些问题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一个启发 不过他那种 透着一点 左派思维色彩 或者世界公民色彩的 对于大的世界问题的 叙述的方式 有一点傻乎乎的 有一点就像山下达郎说的 有点貌视鬼色彩的 也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也是一部分 反正刘一奇的 刘一奇的消失 既是一个对我来说 好像意味着什么 象征着什么的一件事情 才大于 甚至就是对我来说 他意义好像似乎大于 一个人的消失 一个人的死去 因为我就说 他是一个发达的原始国家里 唯一 对我来说 唯一 唯一格的现代人 傻乎乎的现代人 那种感觉 又给我了一个开始 我也不知道 包括我开始买键盘 之类的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 这个可能 长长的影子 可能还在后面 我也不知道 说到刘一奇 他现在其实被大家 所认知到的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电影配乐的音乐人 你应该看很多电影 你对他的电影音乐的评价 怎么样 真是个好问题 因为说实话 他的电影音乐 我还真没怎么听 除了比如说 特别知名的那几个 什么什么战场上的 那个奥伦斯啊 或者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什么 小活佛是吧 小活佛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拿奖的那个 最后的皇帝 末代皇帝 对对对 我也基本上 也就是听过这几个了 那最新的可能就是 上次我们去看那个电影 叫什么 玄华 玄华 那个 低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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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那个就 我觉得就没什么 太大印象 那个那部电影里面 刘一奇的音乐 对 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 他的电影音乐 在你看来 达到一个怎样的 一个成就 他就是做了 不少的电影音乐 但是他做电影音乐的电影 我其实看的并不多 是吧 我们就愉快的 简单的打开 打开这个叫Spotify的东西 然后打开他所有发听过的碟 对吧 然后这些年做的 跟那墨西哥导演 做就是小李子演的那个片子 他叫什么我忘记了 那个跟钢萨雷斯 那个导演应该叫钢萨雷斯 那个片子我也没看 这个是跟母亲 你生活 这应该是 山田阳寺的片子 我不去细翻了 我就是见面打开 比较新一点 2016年的怒 还有2015年的跟母亲 体生活 这两个我都是看过的 怒里面的音乐 我会有在结尾的部分 有一个片段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我甚至记得那个镜头 都 就是季夫木村 回头的时候 在路上又回头一个特写 然后音乐响起来那个部分 这个 我觉得有点跟他刚才说的 那个一瞬间的声音之类的东西 呼应上 是有的 然后像跟母亲一经生活 要谈印象的话 就是可能会比较好的融进了电影 没有那么的出跳 尤其就是他也是发挥了他 写音乐 简单有情绪 简单而有情绪 有一定情境的这个优点 或者特长 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 但有一些 有一些他是 乐剧旋律写的蛮好的 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大金曲 对的 就是劳伦斯 但我就更多是像他给 包括他给这个怪物 就最新的怪物写的 这两首曲子都是 特征没有那么的明显 那么出跳 但你单听是他 放到电影里可能又 很好的服务了电影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那接下来问题就是 是不是这种音乐 是 这个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人 不只是他 不只是他 但是能跳脱于电影配乐 而独立存在的音乐人 是比较少的 其实是非常少 应该说 日本能做到这个就蛮多的 是吧 不管是带有良音 还是 不好意思 我记不住 记不太得的日本音乐人 就是配乐多的 名字记不太得 但是好的配乐人蛮多的 你刚才说 能像他这样跳出 这种电影音乐的人 很少是吧 这个跟美貌和性格是有关系的 跟愿意做艺术家的 这颗心也是有关系的 然后稍微提一点 就是他去世不久 我在那个豆瓣上看到一篇文章 应该也是音乐学系统 可能还是留学的一个 学音乐的学生 应该还是学生 至于在读什么学位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写了一篇文章 就大体还是在夸奖 刘一齐的这一生的 他的努力 然后他做的各种各样的 在音乐方面的尝试怎样怎样 在那个开头 我特别的不喜欢的点 就是说 一说到刘一齐这个人 就是圣诞快乐 劳尊斯先生这样的一个金曲 不断重复他的前奏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 他以这样的音乐著称 但是这样的音乐 这样的和声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学院 的音乐教育 就是 应该说 就是专业的音乐 音乐 学习的人 从中能听出什么 有营养的东西呢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样的和声 我是觉得这种论调呢 就透着一种专业领域 无名式的傲慢 你要拿你的那个 学习的价值标准 去套这个 一个成功的案例 就是连酸葡萄都称不上 我说不出来这种 这种感觉 就是他不是来教育你的 就同样是简单 你也 你不一定写得出来 写出来也不一定感人 感人你也没他长得好 就是这是个 这个艺术家是个综合的东西 不能说 这个人写了一个 比较出跳的和声 这事就了不起了 那我觉得也不成立 也不成就一个人 我觉得那个是他整个音乐生涯中的一部分 只是说可能被媒体把它摘出来 更多的宣传 让他觉得 但是他并不是他的全部 然后如果你只把这部分拎出来 针对他来说 那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再说这样你说 他刘一琦 那开玩笑 你说科班 你科班 那人家比你科班早了 去哪 对 对吧 科班中的科班好吗 尖子生 对吧 然后他又经历了各种 这个市场的磨练也好 这个专业 那个 叫什么 录音室音乐人的这种工作也好 包括电影配乐也好 各种跟音乐相关的专业的工作 他积累的经验 那可不是一班二班的 对 也不是一班的学生能比 对 再加上你说 他作为一个真正能称作为音乐人的人 或者说艺术家的人 他需要各个方面的能力 自己的性格 技术水平 专业水平 然后还得有各种应对的能力 对吧 那是一个全面的素质 是 合作也是个很重要的素质 我突然想起来魏延武那一段说 我平常不太看 才看我有没有 才看有一个新节目 采访魏延武 就说 怎么看待 好像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和刘一齐这样的人 写小说的人和做音乐的人 好像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 好像 好像那个工作状态更舒心 比起建筑师来 魏延武就说了 没有人是独立工作的 其实这个都是有合作方的 村上要给他的编辑 甚至给他的太太先干自己的东西 对吧 要听取意见 你如果是音乐家给电影写东西 就更适了 是一个合作 像音乐人 你不同项目是跟不同人合作 对 你要出自己唱编 你得跟 你还是跟人合作 对啊 唱编公司的人 你不能从头到尾说 发行音乐也来 制作人也来 光是录音和整个的演奏过程 都不可能一个人包办 当然有一个人在创意的那个部分 但他肯定不是工作的全部 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合作是一种精神 合作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家 必备的素质 是 我觉得合作也是这种状态 就是跟你一个人闷着头 创作是不一样的 是吧 对 那也不是说闷着头 创作不好 就是那也是需要的 所以优秀的艺术家 我觉得他需要在 能在两种状态中切换 那是才厉害的 你像刘一熙这样的 就是他一个人闷头 在家弹琴 他的写歌 他也能闷得静得下来 但是他要去跟人去沟通 去合作 去传点事出来 他也有这个能力 而且他很积极 很积极 对 身段也不高 对 到了北京 那个琴 您准不准 他还是很乐意 给大家谈一谈 对 在酒消 对的 好的 我觉得我们 关于刘一熙的话题 一时也不会结束的 会时不时的 还会出现的 对的 他可以可能是一个 慢慢的 漫长的季节 一般的漫长的刘一熙 散落在我们的节目中 因为魂不散的刘一熙 好 行 好 那我就要私心大爆发 我就给大家再播一遍 我去年这个圣诞节时候 瞎谈的这个东西 好的 邀请我们的杨二阳一起欣赏 杨二阳本阳就是我 哎呀 你尽量不要呀 马上周末了 对吧 对 让我好好过周末些 你还要这个是吧 还要来站岗呢 还要来站岗呢 对 那我们就在更生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